前幾天看中央在講我們說什麼疫苗 我說剩下兩病 其他我們已經發到各醫院去打了 還有說什麼病房的問題 坦白講 我覺得不要在辦公室看數字 下到第一線 實際到病房 你就問那些護理師說 現在裡面裝多少人 如果我們現在 防疫專責病房裡面 差不多都裝滿了 敵人 那ICU加護病房也滿了 這個就知道是問題 還有一點 你每天確診人數 從幾天前開始 不是都每天爆好幾百 這個數字在短期內 只會增加倍減 所以是這樣 不用看數字 到現場去看就知道 我昨天去醫院看 就看到有人抬出去 很現實的問題 市長今天說疫情 若這個狀況要撐到8月 恐撐不下去 死傷慘重 市長出此言 是看到什麼樣的數據 其實做政策 不是說坐在辦公室看數字 事實上前幾天看 中央在講我們說什麼疫苗 我說剩下兩病 其他人我們已經發到各醫院去打了 所以還有說什麼病房的問題 坦白講 下到第一 我覺得不要在辦公室看數字 下到第一線 實際到病房 你就站在那個急診室外面 或到那個 那些防疫專責的病房外面 你就問那些副理師說 現在裡面裝多少人 所以是這樣 如果我們現在 防疫專責病房裡面 差不多都裝滿了 急診 ICU加護病房也滿了 這個就知道是問題 還有點你每天確診人數 不管你說什麼校正回歸 從幾天前開始 不是都每天八好幾百 這個數字在短期內只會增加 不會檢查 我非常清楚 所以是這樣 不用看數字 到現場去看就知道 我昨天去醫院看 就看到有人抬出去 這很信實的問題 請問市長 關於昨天您說 台北市衛生局只剩兩瓶疫苗 以及中央回應說 台北市有分配到 七千多劑疫苗 這其中的落差 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否因為中央有 有分配疫苗的主導權 台北市只能管到聯誼 關於中央對很多數字的一個解讀 那我們對這個議題也去了解一下 其實在5月21號 中央給了一些疫苗以後 我們也分配到各個醫療院所 那當然也碰到放假日 所以其實到後來 他們也是拼命在打 當然還是有一個順序 所以事實上 中央對很多的數字的一個解讀 要不能單看表面的一個數字 其實大家都知道 疫苗都不夠打 都打完了 不可能說有 還留著疫苗在哪裡 所以在數字的解讀 不要只看表面的一個數字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知道 疫苗是不夠打的 明天新一批的疫苗要開打 有預估大概多久 會把新一批的打完嗎 如果提早打完台北市有什麼因應 打疫苗還是有順序 剛才講過 再來兩萬兩千劑 大概還是一半是要發在這個防疫專責醫院 因為這些我覺得還是低優先 大家都沒有爭議 剩下全部要照射 就是跟防疫有關的才打 就是這種什麼救護車 洗腎 檢疫所 甚至收醫療環保垃圾 醫療的廢棄物 所以一半給防疫專責醫院 另外一半照射 只給那個防疫有關的打